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又能够跟各位一起查搞上帝的话语 也再一次请求各位为我祷告 希望能够把神的话讲得清楚 而且继续放在我们心中 今天领会的弟兄用英文 是不是因为今天晚上好像比较多年轻人在这 不是 他不会有 You don't speak Chinese 好 感谢主 我们仍然要求主帮助 就是各位 求主让我讲得清楚 各位听得明白 然后在一切的错误里面 包括我的错误或各位的错误里面 我们能够越走越正确 今天跟弟兄姐妹吃饭 这也是再一次感谢主 你们每天都有人为我预备非常好的饭食 感谢主 但实在最喜欢的是交通 那么今天晚饭的交通也让我很吃惊 就是弟兄姐妹的深思熟虑 包括对我们讲罗马书的一些提的问题都非常的勇敢大胆 而且有智慧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再把我想要就 就不是说忽悠过去的 或者说简单讲过去 我还想再讲一下 各位这个问题是很 我不敢说我能够很简单的让各位记得 不过我已经说了 我就再说一下 在教会历史上面 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 神的旨意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神隐藏的旨意 就神没有喜事出来的 那个是隐藏的 那个隐藏的我这几天也一再讲 就是隐秘的事 就是他预定的事 那是我们不知道那是属于神的 神要拣选谁要怜悯谁要恩待谁 他为什么要拣选你我 这个旨意没有讲出来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隐秘的事情 那么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 因此呢 在我们蒙拣选蒙遭的人 蒙恩的人 要说为什么我被拣选了 为什么我被上帝选上了 为什么我蒙恩了 从神隐藏的旨意来讲的话 我们的答案是 无缘无故的 再一次这又是跟中国大陆的术语有关系 毛主席说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们说有 这个词不太好懂 我要举一些例子 你今天为什么选 这个公司工作 为什么选这个人做你的丈夫 做你的妻子 今天晚上为什么选穿这件衣服 今天为什么 或者说你这一生 很多重大的严肃的选择 或者很微小的偶然的选择 那么都多少想到一些原因 甚至说就是这样子 我会想 但是通常我们选的原因 尤其小一点的事情的时候 选的原因都比较简单 那大的事情原因都比较清楚 你为什么选这个人做你的丈夫 因为他很帅 他很温文儒雅 他很有礼貌 他很有爱心 他很爱我 他很优秀 那么他吸引我 你为什么选这个人做你的妻子 因为他很漂亮等等 当然你也可以有个答案 我为什么选他 一石糊涂 那也是一个理由 你为什么选他 为什么选这个 你为什么选这个公司 为什么选这个电脑 通常我们都在被选的东西上 找到选的理由 你为什么选这个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提供我生命之道 你为什么选这个手机 因为这个手机 我觉得是最好用的 你为什么选这个区 住在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的学区很好 你为什么选这个菜 点这个菜 因为这个菜可口等等 你选东西包括好的坏的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来抢劫 因为这个银行有钱 反正我们在选东西的时候 我们选东西的理由是从被拣选的东西上面找到理由 他好他优秀等等 就这一层理由来讲的话 神拣选我们是无缘无故的 这个字不是一个坏词 无缘无故不是坏词 这个无缘无故 就是找不出理由的 我现在对不起 一下想不起这个英文字是哪一个 等一下想起来再跟各位讲 Gratuitous 你查Gratuitous这个字是小费 或者没有理由给的东西 Gratuitous 其实就是无缘无故给你的 没有理由给你的 上帝拣选我们 如果就我们身上要找理由的话 就是在教会历史上说 正统的讲法是没有理由的 意思不是没有理由 而是我们身上找不出理由 也就是我讲再清楚一点 神拣选你并不是因为你聪明 并不是因为你优秀 请你一定要把这世界 我们最熟悉的观念放掉 因为世界上最熟悉的观念 你选一个东西 是因为它有一些优点 上帝选我们 不是在我们身上 看到了任何的优点 如果你觉得 你是因为比较好被神拣选的话 那应该你还没有被拣选 被拣选的人不会说 我身上有被拣选的东西 好东西上帝选我 没有 而这跟我们一般观念都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选任何东西 好的坏的 我们都要选 从那个东西身上找出一些理由来选它 这没有什么坏事 这是很正常的 只是神在拣选我们 不是从我们身上找到理由 无缘无故的 我们可能今天 可能明天会看到 就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 你要说有理由也可以 但那理由就是我们不知道的 那个理由是隐秘的 那个理由不在被拣选的东西的身上 那个理由在拣选者的旨意 讲得再直接难听一点 我就是要选你 怎么样 没有理由 对不起 这个你可以接受 下面一句话就很难接受 但是是同样的 我就是要弃绝你 怎么样 当我们可能明天可能等一下 会多讲到被拣选预定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到说 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少是我所悟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思想 圣徒就开始教导我们 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被神拣选了 我们是雅各 我们无缘无故 不是我们好 就是神定义要爱我们 我们就感动灵涕 主啊谢谢你 我不配 很好很好 你应该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你没有理由 就是上帝爱你 他定义要爱你 耶和华定义要爱你 所以你虽然不好 我就拣选你 对于我们是这样 对于以色列也是这样 耶和华拣选这个民族 不是他优秀 我们从新约旧约都一再看到 耶和华拣选你 应该是生命纪第八章吧 耶和华拣选你 不是因为你优秀 你好 我们懂一点西洋史的人 应该都知道 我在台湾的时候 念西洋史的时候 当然我念得不好了 但是我也印象有点深刻 我们看到西洋历史的时候 西洋的文明 古文明 大概十八世纪以前 犹太人 希伯来人 根本是没有份的 我们念西洋历史的时候 念到古文明 两河流域 米索破大米 肥鱼月弯 那个是文明 米索破大米的文明 比我们中国还少个两三千年 非常棒 非常稀奇 同样古老的 尼罗河流域的文明 埃及文明 哇 那金字塔 那些文工武制 都是非常的惊人 艺术 绘画 都非常的惊人 各位犹太民族 是一个不被纪念的民族 就是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但是 对不信主的人来讲 对没有接触到西洋文明历史的人来讲 我们知道古文明 巴比伦的 知道印度的 知道埃及的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民族 以色列的土地也很小 很小 以色列的文化 包括诗词歌赋建筑都没有什么 各位如果你去查一下圣经字典 你也知道 圣殿包括所罗门的圣殿 很小的 很差劲的 包括会幕 那更是一堆海狗皮堆起来的 很破旧的 就是以色列没有什么 是一个小民族 也难怪很多批判学者 说圣经不可靠 那个大魏的国度 所罗门的国度 真是很小 你再怎么夸大的说 他们认为历代字都在夸大的说 我认为都是神的话 都有神的意义 都在夸大的说 他多强大 就如果你看批判学者 或者说你对历史懂一点 知道当时的巴比伦多强 亚述多强 埃及多强 不管是文化方面的 或武功方面的 你看到以色列人讲自己 就会觉得 哎呀 这真像咱们中国历史上的 一个国家名字叫做夜狼 自大 或者井蛙之剑 就是都没有看到这个事迹 都在那里吹牛 各位 我认为是一点都没有吹牛 但是的确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 西伯来民族 是一个不聪明的国家 各位不要搞错了 我知道 我完全知道 犹太人得诺贝尔奖 犹太人的聪明程度 我完全知道 可是这个在历史上 应该是大概18世纪以后 慢慢开始的 犹太人的文明 远远不如阿拉伯人 犹太人从创世纪开始那里写的 你看到他们 像德国的哲学家尼采 都会告诉我们 而且讲的应该没有错 以色列这个民族 对犹太民族有很大的批判 就是弱者 一天到晚说 然后包括耶稣来了 就来说 你们这些被欺负的 被压迫的有福了 各位今天很多人不信耶稣 也是一样 基督教都是弱者信的宗教 生病啦 失业啦 失恋啦 找不到工作啦 才来信耶稣 你看有哪几个 诺贝尔奖得主信耶稣的 你看有哪几个成功的人 信耶稣的 我们就是弱者 在得到 在这个世界上 寓意不得志 于是我们就产生一种 尼采说的奴隶的情节 那奴隶的情节 是什么情节 第一个 仇富情节 圣经上不是讲吗 有钱人要进神的国 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在马太福音时讲 邻里贫穷的有福了 路加福音第六章就直接讲 贫穷的人有福了 路加福音第六章 耶稣就直接讲 你们富足的人有货了 我说你们 手指只敢这样指一指 因为这边有钱的人 我看不少 起码都是中产阶级以上 因为没有钱 所以一天到晚就想到 打土豪分田地 因为自己没出息 不能赚钱 所以就一天到晚说 那有钱的人有货了 这是贫穷 照尼采讲 贫穷卑贱的人的 自卑心理的反应 第二个情节 仇美情节 美不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知道 我在这么多美国人面前 我怎么能够骂美国人呢 仇美情节 是愁美丽的情节 圣经不是讲吗 这美丽是虚浮的 艳丽是虚假的 就是照这些人本主义者讲 尼采是最大的代表 就是基督徒呢 就是又丑又笨 然后就很自卑 在社会上站不起 抬不起头来 就天天想 有一天上帝 他会来替我们复仇 会翻身 无产阶级 无美阶级会起来 有一天 那些美女通通下地狱 长天花 仇美情节 仇富情节 还有什么情节 反智情节 基督徒呢 都比较笨 就如同以色列人 比较笨一样 这个各位圣经里讲 以色列人愚蠢 可是很多 尤其旧约讲的多 你们比畜生还笨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巢 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 蠢 笨 哎呀 犹太人很笨 很蠢 基督徒接着也是很笨 很蠢 犹太人是一群在埃及做奴隶的 奴性 没有出席 不能反抗 不能得胜 所以一天到晚就有一天主会替我们伸冤 有一天主会把 然后编一些神话什么埃及人被淹死了 然后耶稣来就集这种思想之大臣 保罗更是发扬光大 我们在世界上就是渣子 被人看不起的 但有一天会翻身我们就在等那个替我们翻身的救世主来的时候 那天我们就好高兴了教会历史上也有圣徒这样讲 当然我听了是有点遗憾了 就是我们最快乐的一件事包括将来在天堂的时候 我们在吃BBQ 然后闻到的香味都是从地狱来的 看到那些 我的邻居啊 老板啊 诺贝尔奖得主啊 很优秀的那些人啊 哎呀 因为不认识主被惨教 然后神的怒火在他们身上 哇 我们就欢欣鼓舞 哎呀 耶稣我赞美你 好 现在时光有点变了 尤其包括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讲这个道就很危险了 因为这里美女如云 这里智者如云 这里 我能说金山银山颇多吗 应该都也有一点钱吧 能够住在这里 那因此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些困难了 就怎么解释这些经文呢 好 那么当然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就是这是误解了 简单解释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我这两天也有讲的 就是神不是仇美 神也不是仇富 神的子民也没有仇恨这些东西 神圣经里的确有很多警告这些的字眼 并不是有钱富有知识是不好的 而是我们有了这些容易骄傲容易自大 容易狂妄 那么所以贫穷的人有福了 并不是贫穷本身好 而是贫穷的时候 贫穷丑恶或缺乏的时候 容易叫我们比较谦卑一点 所以你们可能是最有福的 再世是财主 将来是拉撒路 哇 这真是真有福 又有钱又谦卑 又美丽又谦卑 又会读书又谦卑 我这话可就不是故意在讽刺你们或捧你们了 我的确看到这里很多弟兄姐妹 我所接触到的 包括你们的子女 感谢主 我再一次承认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没有愁美愁妇的情节 不过 就是圣经上有这样的描述 从旧约到新约 这些话我们都常常是容易按着我们的血气 容易把它扭曲或忘记 以色列实在是一个小国 神拣选了这弱小的 说起来如果我们不小心看真的是这样 神拣选了愚拙的 要叫有智慧的羞愧 神拣选了贫穷的 要叫富有的羞愧 神拣选了那无有的 要叫那有的 要叫那有血气的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能自夸 好所以神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身上有优点 神拣选我们 就是他定义要爱我们 他的拣选 为什么定义要爱这个 定义要弃绝那个 就神这一面来讲 这是奥秘 我们不能够懂 我们测不透 当然各位也不要马上就说 那我真倒霉了 各位停停停停停停 你不要马上一想到拣选 就想到你是姨嫂 你要想到你是雅各 你要想到 隐秘神为什么拣选我 神为什么弃绝谁 不是我能知道的 但我能知道明显的事 明显的事 就是神的词意有两方面 一个是隐秘的 他没有显露出来 一个是明显的 明显的就是他的律法和他的福音 律法是要我们做的 福音是他为我们成就的 我们要信他的福音 行他的律法 那么这个是显出来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大概有百分之一左右 告诉我们神有隐秘的旨意 掌管了万有 预定计划了一切 但是只有差不多百分之一的经文 告诉我们有这个事 就没有继续要我们进入 那个奥秘里面 神的圣经 神启示出来 百分之九十九的是明显的事 就整本圣经就是神的律法 神的福音 要我们信 要我们行的 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 所以有人说律法就是do do it do 福音就是done 神成就了 做好了 那么这两个缺一不可 我说这些话 我要再一次 就是要强调 在教会历史上 在对圣经的理解 都是相信 我们基督徒 既要传福音 也要传律法 今天刚吃饭的时候 也有人就讨论到 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 那也是我非常 就是吃饭吃得很愉快 因为实在是 实在是很关键的问题 但是我吃得很愉快 因为我看到大家这么愿意思想 很高兴 他们吃得愉快不愉快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的答案不一定很清楚 就是律法是非常美好的 你再想想看 律法的美好 包括我们最熟悉的诗篇 119篇 比蜜更甜 比金金更宝贵 但是这个美好 真需要是领受了福音的人 才能够知道的 领受福音 信靠了耶稣 有圣灵的光照 才觉得是美好的 各位您 真的每个时候 每天 看圣经 哎哟 就像看韩剧一样的 那么热烈 就像要看那个什么 世界杯足球赛一样 那么急切 各位我必须说 我从来没有 我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很迷NBA的时候 或者很迷运动的时候 那NBA的Final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 三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刚刚念完 比Jordan还要早一点 哇那是真是最好看的时候 那不是有两个Superstar 一个Larry Bird 一个Magic Johnson 不是两个Superstar 有两个Superteam Saltic和Laker 两个team在那里比赛 那最后有一次的一个Final 那真好看 电视要转播了 九点钟开始转播 八点五时 早也洗好了 沙发也摆好了 电话插座也拔掉了 那时候也没手机 一切都预备好了 然后警告老婆 我可是该做的事都做了 两个钟后之内 不准吵皇帝 要吵我的话 除非我伸出金杖 否则你就要猝死 我在讲你是天气 各位要看一场球赛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种狂热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 看武侠小说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喜欢看一个什么东西 很期待 我觉得现在人 可能比较没有这种想法了 因为现在好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我们那时候 这种例子很多 每天早上真是信主以后 虽然知道要看主的话 但是还是常常 先看中央日报复刊上 卧龙生的武侠小说的连载 欲拆盟 好吧 先看圣经 先看神的话 心里都在想 徐元平后来怎样了 我只是在问一句话 诗篇里面讲的 妖华 我喜悦你的话语 如露千木溪水 真的吗 您有过这样吗 我喜悦神 我喜悦看到神的圣明 我主日来敬拜上帝 我一路上开车来 心都砰砰跳 好像当年要跟女朋友约会一样 有吗 如果有 感谢赞美主 如果没有 也感谢主 各位 有些人 神给我们恩典 有这样的激情 但是我觉得 大部分人可能没有 没有关系 我们靠着圣灵 在平凡平常的日子中 信靠上帝 这是最好的 年轻人 年轻人也需要学会这一点 对了 我跟我太太都六十几岁了 老夫老妻了 有很多人就慢慢 爱情就淡了 我是希望我跟我太太的爱情是更深 那个年轻人的那个爱情 就是到这个维也纳 两个人在星光之下 听到人家那个弦乐四重奏在那里拉 然后葡萄美酒 夜光杯 拿着葡萄酒 寒情默默地看着太太 哎呀 我好幸福 是的 好你 我也好幸福 各位 这种日子 可能有 不必天天有 一辈子一次也够 夫妻相爱的日子 可能是每天洗衣服 晒衣服 回家洗碗 倒垃圾 然后没有那么多激情 但是我们真的有相爱 对神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样 起码现在在地上 我们不一定要那么多的激情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恒 中国人说认重道远 我觉得认重不太稀奇 再重的担子 再难的服饰 咬紧牙根一撑也就过去了 道远 二十年如一日 三十年如一日 爱人传福音 关心人 在平常的洗碗拖地 侍奉主跟弟兄姐妹 交通里面 在这些世上忠心 我觉得那了不起 好 我说这些话 不算是走题 因为我们在讲到 第五六七章的时候 尤其六七章的时候 我说是在讲 陈圣的生活 陈圣的生活 我昨天也有举例子 我相信各位也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陈圣经过一些特别的经历 有的时候好像所谓的圣灵充满 那么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各位下面我举的例子 也求主帮助 不至于表达错误 你们也不会听错 我有一次在日本 有个姐妹在聚会前找我 她说有一件事很困扰她 她说她姐姐 信主了 本来不冷不热 半年以后 半年以前 她经历一件事情 然后就变得越来越火热 她就是祷告的时候 有个大光跟她显现 就是说主跟她显现 然后主要她 好好的读经 祷告 爱主传福音 那她说她姐姐就被感动了 就因为这个神迹 这个大光叫她好好传福音 读经祷告 让她知道神是多么的慈爱和真实 这么静 她姐姐就很受震撼 那么就 就很高兴 然后这大光也大概每天都出现 或者隔一阵就出现 讲的通通是神的话 好好 简单说读经祷告 爱主传福音爱人 过圣洁生活 姐姐就跟这个妹妹讲 妹妹就记得约翰一书讲的 凡灵不可都信 要问她是不是 要知道她是不是承认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 好她也去问了 然后也承认 各位 您如果把魔鬼想成 她没有看过约翰一书的话 你实在就太低估魔鬼了 她知道你会问她什么 我们跟主的关系 或者我们跟魔鬼的敌对 不是被一些口诀 那叫义和团 我们是心里要明白主 要有主在里面 我们不是拿一个十字架 在那里赶鬼 不知道十字架大能是什么 然后这姐妹就说 都问过都试过 我姐姐也越来越爱主 越来越有信心 圣洁 她说 康牧师你怎么看这件事 那时候要聚会了 我就在想 我说也问过了 也都没有什么不好 那个光都叫你爱主 信靠主 可能没有什么不好吧 我说 不过等我们聚会完了 我再想想看 聚会的时候 我就在讲道 但聚会一完 我马上想到两件事 一个是宋尚杰弟兄 他在福州 应该在福州 灵力菊光那本书 你看过的话 里面有记载这件事 生命记看也有谈过这件事 福州有个长老 也是在灵修当中 有声音跟他讲 叫他爱主读经 祷告等等 长老就非常喜欢这个灵 他认为是圣灵 后来知道是邪灵 在他非常亲近这个灵 这个光 这个鬼的时候 越来越就被控制了 这个鬼还有个名字 叫声 声音的声 花了好多力气 后来赶出去了 这你们查一查 可以查得到 我觉得《生命记看》 和《灵力极光》里面 都有讲到 另外一件事 就是 马丁路德有这个经验 在灵修的时候 看圣经的时候 一个大光显现 我是神派来的天使 你要好好的爱主 耶稣是爱 路德真是僵是老的辣 他说 圣经告诉我 神是爱 圣经告诉我要爱主 这就够了 你是魔鬼给我退去 好各位 我希望你们小心听 我不是说 有声音有光都是魔鬼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否认 这个属灵的特别的经验 很多属灵的经验很宝贵 但是我劝各位 小心地劝 不要去追求这些 我觉得不要去追求这些 我觉得基督徒要学习在 平常的生活里面 实在我是讲多余的话 因为我觉得在你们教会 我看到情形就是这样 在平常生活中学习 爱主 侍奉主 不一定要有很多的激情 不一定要有神迹奇事 有很好 但是你看看 从旧约到新约 包括耶稣所行的神迹 特别是约翰福音的 记载方式 每一个神迹 几乎都产生反效果 神迹是要人信靠上帝的 在旧约旷野的时候 那么多的神迹 只是刺激了以色列人的神迹 神经 让他们更多的抱怨 在约翰福音里面 每一个神迹 你们大概也知道 神迹那个字 就是什么样 什么样那个字 就是英文的sign的字根 神迹是一个记号 神迹是指向 行神迹的那一位 神迹是要你信靠 行神迹的那一位 神迹的本身 只是一个sign 什么叫做是一个sign 红绿灯是一个sign 红绿灯不是叫你 停在那里欣赏的 这个灯好漂亮 这绿色的灯好漂亮 没有绿色的灯亮了 不是叫你欣赏它很漂亮 是叫你走 红灯亮了 不是叫你在那里 走进去看一看 这个灯怎么这么好看 一闪一闪的 红灯亮了 那是一个sign 叫你停 所有的神迹不是叫你停在神迹那里 所有的神迹是要你去信 行神迹的上帝 可惜 所有旧约到新约 包括今天在台湾灵恩派的神迹 有的我觉得根本不是真的 就算真有其事 也实在我看都 偏离了圣经讲的神迹的目标 神迹也好 没有神迹也好 要我们好好信耶稣的 要我们 我第一天就讲过 不是停在那个sign上面 你看看 五饼二鱼 未保五千人 那是一个神迹 耶稣说 你们寻找我 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 他们明明看见了 明明就是看见了 吃到了 那个饼 那个鱼 他们来找耶稣 耶稣怎么说 你们没有看见神迹 因为他们没有看懂 他们看到 经历到 吃到那个神迹 他们学会的是一个错误的事 就是 耶稣是一个长期饭票 信耶稣有饼吃 他们不会想到 信耶稣是要 吃耶稣的肉 喝耶稣的血 意思就是 要信他的话 每一个神迹都是这样 五饼二鱼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神迹 也是这样 第一个神迹 把水变成酒 我真是非常感谢主 水变成酒 最后一个 叫我们根本 有的时候讲圣经 教主学的时候 根本都不太提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 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行了这个神迹以后 圣经上讲 他的门徒就信他 这句话 这句话很频繁 但是我看了很感动 水变成酒以后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外行人 没有圣灵光照的人 看到的是什么 没有圣灵光照的人 看到的 可能看到的就是 哇 这酒真好啊 哪个年份的 或者就像我们看到的 有人就怪新郎了 你真小气了 好酒最后才拿出来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那些宾客 在水变成酒以后的神迹以后 是不是绝大多数 都miss了这个神迹 他们只想到 这个酒好喝 了不起啊 他们只想到 这个主人小气 这么晚才把酒拿出来 好酒拿出来 只有门徒 蒙了恩典 他们不care那个酒 他们不care那个水变的酒 他们care信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 拜托 希望每件事 叫我们更信靠耶稣 路加福音第五章 讲到的也是 彼得下网打鱼 这我们也都知道 神迹发生 一网鱼 两个鱼船 载不了 差点都沉下去了 大家都惊讶 看到打了这么多的鱼 各位这是神迹 各位这是神迹 可能有人会注意 这个船坐得真好 装了这么多还没神下去 可能有人会注意 这网真好 捞了这么满 居然还没破 吸气 可能有人 那就是咱们中国人了 最有商业头脑 耶稣 咱们二一天作物 我们合伙 开海霸王 每天你告诉我在哪儿打鱼 我们就做生意 我跟随你 跟你分 三七开 四六开 五五对分 都可以 各位很多人改变工作 换工作 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 因为上一个工作实在不理想 上一个工作不赚钱 或者被lay off了 不好 所以换一个工作 你为什么不做 原来做的 医生做的好好 不做了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彼得不做工作了 彼得不打鱼了 是在他一辈子 打到最多鱼的那一次 他不打鱼了 了不起啊 他不是打不到鱼 连接一个礼拜 打不到鱼 没饭吃了 他换一个工作 跟随耶稣吧 他是打到最多鱼的一次 跟约翰福音 最后一章讲的一样 这两个神迹 圣灵在写他的时候 可能有用意的 很像 都是鱼 都是打不到鱼 你们记得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他们在海上 劳累整夜 打不到鱼 耶稣在岸上 问他们 你们有吃的没有 没有 把网撒在右边 救必得着 他们就撒下去了 得到很多鱼 我也感谢主 得到很多鱼 我们没有打鱼的 你是打鱼的人 鱼夫 我也会 我有的时候会听到 有的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爱我 请我吃饭 我忘记了 上一次是在哪个地方吃 他们说 这个鱼可是贵的鱼哦 这鱼一斤要一千哦 什么鱼我也不知道 台币了台币 各位你打到那很贵的鱼 一斤一千块钱的 跟一斤一斤十块钱的 差一百倍 打到那么多鱼 是鱼 是石斑 是鲤鱼 是鱼 是什么鱼 咱们中国人一定很快 就估计了 多少条 大概赚多少钱 是什么鱼 这最重要的 耶稣爱的门徒说 是主 鱼是什么不重要 是主 那真叫人掉眼泪 是主 那鱼不重要 那鱼是一个善 那鱼很重要 那鱼是神机 但是它是指向一个善 指向耶稣的 各位愿 每件事 把我们的心带到主这里 不是说我们要怎么哭 要怎么流泪 要怎么样 不是说我们要到非洲去宣教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我求主让我 包括在这里 等一下下来 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是爱主的 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是爱你们的 没有哪一个时候是要炫耀自己的 求主帮助 求主也赦免 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需要 有神迹奇事很好 但是最重要是你的心意更新变化 认识神 常常被主的爱激励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 然后在神的话的操练中 在生活中 有更美好的操练 然后一定常常失败 起码我是常常失败 跌倒 又愿意再起来 再学习 谦卑地学习 勇敢地持守 我们昨天最后结束的时候 就今天还需要再讲一下的时候 就是我说 我们不是靠着律法 我们也一再讲了 律法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一定要传讲 但我们不是属律法的 意思是基督为我们成全了这一切 不是我们能成全的 不是律法不好 是我们不能成全 那么因此 救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 而我们承认上帝的完美 承认自己的罪恶 甚至承认自己即使重生得救了 甚至我想将来在天上了 我们都会更加诚实地说 虽然在天上我们绝对是丝毫无罪了 我们非常喜欢上帝律法了 但是我们仍然会把一切的荣耀送赞归给他 一切的依靠都归给他 求主继续赐力量 我昨天说了 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 律法生的恶欲 我讲是当律法颁布的时候 律法是好的 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就会想 好那我就要守 好这想本来没有坏 但是我们就会继续想 我要遵守 我不要遵守 我应该遵守多少 我应该尽性输不如无输 遵守多少 慢慢就变成 我变成主宰了 那你说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 不是说每次都要死板板地 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愿我们的心 越来越强烈地有这个认识 我们听到主的话 主说要爱人如己 我们就要说 主啊 这是你的律法 我遵守不了 求主帮助 不要就贸然地说 我要遵守 不是说每次都要这样想 今天出门 到营地去 开车先祷告 一路平安 求主让我们都平安 好好开 你不是每次马上到家去 主啊我不能开车 我不会开车 我很笨拙 求你开我的眼睛 求你掌我的双手 不是每次都要这样念这些词句 但是让我们有个认识 让我们越来越对主有信心 让我们越来越勇敢 刚强 壮胆 喜乐 平安 但是 有一个我 我真的不行 我需要依靠神 不是我们有恐慌症 而是我们真知道 离了主 我什么都不能做 律法引起的私欲 就是我们会忘记 我们不能做主 是主来做主 我们不应该判断神的律法 是神的律法来判断我们 对了 我们有理智会觉得 他是不是 他的律法到底要怎么遵循 才是对的 我们知道 但是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就是不属灵的时候 也就是没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我要遵守 我要遵守几成 我要立法 我来决定 就是会从 那个我可以从百分之一 零点一 越来越扩大到把神都挤掉 我是重要的 但是我的重要完全在 神是至高无上之下 那律法今天对我们 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昨天谈两次 第一次是第七章 第四节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 第六节 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另外在 这个我先不要讲在什么地方 就 各位圣经熟悉 也许我不讲你也知道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保罗讲过一句话 讲到复活 说死啊 你得胜的毒 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然后他答案 死的毒钩就是罪 这个我们懂 犯罪就好像被毒钩 遮了一下一样 非死不可了 死的毒钩就是罪 这个我们懂 不要犯罪 犯罪导致我们死亡 下一句话就恐怖了 罪的权势 有人讲出答案 但是如果不讲这个答案 罪的power是什么 罪的权力在哪里 罪的力量在哪里 罪的力量在信 罪的力量在贪婪 罪的力量在哪里 罪的力量在愤怒 罪的力量在 罪的力量在我们的情欲 这些我们都能理解 你不能够理解 起码如果神不光照我们 而且这恐怕真是 十年二十年去思想 这个话我小时候就看过 我真觉得这经过几十年 我才慢慢理解这个话 罪的权势居然是上帝 至高无上 至胜无比 自自不能废掉的律法 不是律法不好 我们也一再讲 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 因此各位再一次说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基本上不是靠行律法 总是靠着福音 靠着恩典 那这个也是很多的经文 可是这些经文都被我们律掉了 我已经这几天读过好几次 再读一次吧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 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以行律法为本的 这个人以行律法为本 以法为本 好啊 今天中国大陆 大家就是不以法为本啊 怎么能够不以法为本呢 各位我们没有要轻看法律 包括人间的法律 我们也不轻看 我们比毛泽东要尊重法律多了 毛泽东是 尊重我们中国的传统 法律并不是什么神圣的 只不过政治工具而已 我们尊重法律 包括人间的 我们也相对的尊重 但我们最尊重的是神的法律 那是伟大的 美好的 不是律法不好 是律法太好了 所以给我们这些罪人 造成了太多的定罪 以及要偷巧 还有种种的私欲 这我们就不去谈它了 那么我们今天 到底在不在律法之下 教会需不需要律法 我想我这样问啊 各位你们的神经 都有点紧绷着 就不太能够思想了 就不太能够讲出答案了 讲简单一点 我们需不需要法律 我们需不需要law 当然需要嘛 教会有没有规矩 当然有规矩 就是最灵恩的教会 恐怕也有一些规矩 事实上很多的灵恩的教会 它的管理是很多规矩的 事实上各位 你们盖这个教会 也在人间的法律之下 你们的消防设备 你们的棕林 你们的停车场 都是要遵守人间的法律 而且神要我们遵守 而且我们也应该要遵守 我们不仅遵守人间的法则 我们还更强烈的 我们希望我们是带着神的爱 因为所有的律法 都包在爱人如极一句话里面 带着爱来遵守的 但是这个带着爱来遵守 不是不责备人 不是不行罚人 保罗也是带着爱来 刑罚责备人的 主所爱的 主必管教 我怎么总是在教会里 觉得有个印象 主所爱的 主不管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总是这样想 因为圣经里很清楚 讲到主所爱的 有讲到 有的时候讲到 主会赐福 主会恩待 主会如何 但是旧约新约都讲 主所爱的 主必管教 这个 我们就听不进去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好 我还是在说 我们今天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 就我们始终认定一件事 这是不能废掉的 是成全的 是必须要成全 基督成全了 而且基督成全 会在时间中 在我们身上也越来越成全 使我们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样 虽然那是旧约的人 但明显也是 有圣灵感动的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喜悦遵行律法的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喜悦爱人的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喜悦圣洁的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喜悦见证主的人 等等 好 但是那完全等到将来在天上 现在在地上呢 我们也很希望 这个教会在历史上就讲 律法对我们这些人 还是有它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 叫做 政治或者社会的作用 英文叫做 the civil use of the law 社会或政治的作用 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 虽然律法 law不能叫我们称义 但是 需要有law 来约束规范人 社会上 政治上的行为 这不能叫我们称义 这里面还有很多罪恶 但是最少社会还需要有一些安宁 需要神界的政府不空空的配件 在那里管理 虽然他们管的很多很不好 多数的政府都不好 但是我们需要 维持在这个罪恶世界的一个基本的安宁 我们需要 基督需要 无神论也需要 在世上 我们需要有警察 我们需要有法官 我们需要有这些 虽然他们不够好 虽然他们很多很不好 但是还是需要有 而圣经也提醒我们 各位这一点 我们基督徒真需要被提醒 在福音书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彼拉多三次讲 我查不出他有罪 在福音书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罗马人 外邦人 要释放耶稣 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是神的子民定义要把他定死 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看到 外邦人对福音的接受度 越来越大 犹太人对福音的反抗 越来越大 到最后 使徒们 教会们 跟耶稣一样 最多被逼迫的 是被犹太人逼迫 而你在使徒行传应该看得到 保护教会的 都是罗马人 包括最后保罗 说了一句话 他说 无论犹太人的法律 罗马人的法律 神的法律 我都没有犯 犹太人还要逼迫我 我要上告该杀 这些话也叫我毛骨悚然 其实这些话都告诉我们 神在掌权 我们并不信该杀 我们并不依赖该杀 但是我们也记得 我们主耶稣讲的 神的物归给神 该杀的物归给该杀 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都不去谈了 但是我只在讲 法律 在罪恶的世界 包括 传统讲法律的一句话 恶法 不好的法 不好的法还是法 不好的法还胜过无法 这些我们也不去讨论 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子女 念法律的 念法律学 有没有去讨论这些东西 这都是在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些题材 包括我们信主 包括我们信主 神的意在这法上面 神的意在这福音上显出来的意思 我们需要法 我们需要法 我们跟外邦人一样需要法 因为我们还是罪人 需要在社会上约束我们 包括我们基督徒 没有警察 我们会更加放肆 一看到警车 自动油门就不踩了 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需要 第二个法律的功用 在教会历史上说 第一个功用是 civil use 这个政治或社会的用途 有它的需要 也绝不能叫人称义 绝不能叫人得永生 但是使我们 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的 使我们能够尽全安 尽全平安的度日 希望是这样 所以我真是觉得 我希望没有夸口 希望没有太称赞你们 我住在简弟兄家 他们家常常不锁门的 这里面有什么坏分子 他们家不锁门的 各位我真的是觉得好感动 你知道我们台湾现在 锁门常常要锁七道八道 那个钥匙很多 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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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有一个人 他装了第七道锁 小偷还是进去了 后来有人就告诉他说 你就锁三道 开四道 叫小偷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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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锁了三道 关了四道 锁了四道 又关了三道 各位锁越多 密码越多 警车巡逻得越频繁 表示这个地方自然越不好 你们实在很有福 在一个地方相当平安 相当好 我们需要律法 Civil Use 需要配件的警告 另外一个更重要 Theological Use 信仰上的一个用处 律法逼的人去信耶稣 那时候律法就不只是 一般的明法了 律法就是我们一再讲到的 上帝的律法 要常常传讲上帝 圣洁善良存全的律法 好叫人知道 他离上帝的标准有多远 这需要有圣灵的工作 需要传讲 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 这真是需要求神怜悯啊 我觉得灵恩派弟兄姐妹 也实在是需要被神光照 哇 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 哈利路亚 我们欢迎你 感谢主 这很对 但是圣经里面说的 比这还多一点 圣经里当主的宝座 设立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那个以赛亚说 不是哈利路亚 欢迎你 是祸灾我灭亡了 各位 主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 这里就变停尸间了 我们都死掉了 你知道神有多么圣洁吗 哎哟 你知道如果没有主的宝血遮盖 主的保守 我们不能亲近他的 你知道律法多么的恐怖可怕吗 我们需要听到律法 好叫我们归向基督 律法有这两重用处 律法还有第三重用处 就是对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 律法 加拉太书说 是我们训盟的师父 我们还是需要上帝的法则 来教导我们这些幼稚的人 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但是不管怎么样 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 我们需要靠着恩典 所以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不觉得有什么秘诀 我相信因为我听过很多 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 有的人有一些特殊的经验 不管是什么样特殊的经验 读经祷告等等 或者是听到一篇讲道 或者一个首诗歌 有一次特殊的经验 或者某一个特会让你很感动 而就一生专心 有一个很大的重要的跟随主的经验 我想这是很好的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你看圣徒里面 有一些特殊经验的人 有摩西看到焚烧的经济 但是摩西最后还是不能进迦南地 以利亚也有一些特殊的经验 但他求死 保罗有大马色的经验 但是你不能够说 每个圣徒都有这些经验 而且有这些经验 不一定叫他们永至难忘 你看彼得经过那么多神迹 你觉得他记得最清楚的 应该是哪一件 最刺激的是哪一件 拉撒路复活吗 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吗 水变成酒吗 都不是 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讲 提到一件事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有大光照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那个意象没有什么稀奇 一个是大光 你今天参加一个热门音乐会 大光多得很 雷射光比那个大光亮得很多 然后耶稣的衣服洁白 各位 任何一个洗衣机的广告 衣服都洁白 那没什么稀奇 那里面有神的话 神的话很普通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但这里面有宝贵的力量 彼得就记得 你什么都不记得 我今天跟吃饭的时候 跟弟兄姐妹交通 也有弟兄说 我很平凡 没什么事 我心里想恭喜 我们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我们每天能呼吸 能行走 愿圣灵都让我们看到 这是奇妙的 好 所以我们成圣的生活里面 靠着主的恩典 常常思想主的恩典 然后也在律法的教导下 我们不断的失败 不断的跌倒 不断的重新起来 不断的作战 不断的学习随从圣灵 学习体贴圣灵 学习与神为友 学习对付罪恶 对付肉体 背十字架 其实就是这些 也就是过一个平常的生活 该上班上班 该下班下班 该吃该就吃 该祷告该祷告 主来的时候 您正在吃东西 我正在吃冰淇淋 主不会说 你这贪食好酒的人 给我下地狱去吧 我们主来的时候 该推磨的时候推磨 不是你做什么 是你带着什么星座 主来的时候 不是读经祷告的人 就有福了 两个女人做一样的事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男人做一样的事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哎呀各位 主今天现在来 一群人在听到 会不会取去一半撇下一半 台下的都取去了 台上的撇下了 我们带着爱主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这带着爱主的心 就是靠着圣灵 所以过成圣的生活 跟过成义的生活 原则上还是一样的 靠着主 只是称义 完全是基督的工作 成圣 那就基督在我们身上 所显出的 还有我们自己的失败 就不断地是有 那个征战 很多的新约学者 跟教会的 有些人 有些圣徒一样 就我昨天讲的 成圣没有秘诀 成圣非常简单 成圣就是看自己已经死了 宋尚杰写的那一个 《灵力生活》 那首诗歌 《不是自己》 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唱不唱这首歌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但是有一些字眼 也恐怕不是很恰当 不是自己挣扎 是圣灵工作 各位 是圣灵工作完全正确 但说没有挣扎 那是不对的 灵肉之争是有的 现代的 近代的解经家 大概都比较乐观 他们都比我有学问多了 我不敢说什么 但是现代的很多解经家 主要的解经家 大概都在说 罗马书第七章 我在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为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也就是罗马书第七章 主要是这个地方 七八章 那个我 近代解经家 多半都讲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 是一个没有得救的犹太人 包括我可能最佩服的一个 近代的解经家 冯银昏先生 他的罗马书 我不知道几千页 那真是有世界水准写得很好 他也说 这个我是没有得救的人 近代的解经家都喜欢讲 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 没有这种灵欲 情欲和圣灵之争 没有灵欲之争了 没有了 我们的救我已经跟基督同死了 我们是得胜了 你已经老我死了 没有灵欲 灵肉之争了 当然很多的学者 还有很多的根据 但是我还是站在传统上面 我觉得这个我是指着基督徒 可能不只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也是 因为我觉得不信主的人 在不信主的一生当中 神的话不是没有在他良心中 有些提醒 我不觉得毛泽东 可以每天很平安地睡觉 我不觉得一个硬心肠的 无神论的科学家 上帝没有敲他的门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堕落到 对神律法的功用毫无反应 所以我觉得不信主的人 再有自信 再平安 他会有不安的时候 但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当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 我们真有一个苦 我甚至这样觉得 这也是比较传统的基督徒 喜欢讲的话 就是我们越是信主 越是圣洁 越是爱主 这种痛 常常会越剧烈 因为我们对罪有更大的敏感 然后魔鬼也会攻击 各位我再一次说 我们操练 胜过魔鬼 感谢主 但是你不要低估了魔鬼 你不要高估他 他绝对没有什么权柄和能力 他能做什么事都在神的美好的旨意之下 允许来做 但是你真要 他知道怎么试探人 他知道怎么伤害人 他知道怎么引诱人 他对圣徒有对圣徒引诱的方式 我只能说最安全的路还是十字架的路 信靠上帝的恩典 求神来帮助我们 这就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也在这里上一次讲 这一次再讲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神的灵 我们所受的 我们中文翻译 心其实是灵 那心子都灵 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灵 人就害怕 是儿子的灵 罗马书第八章 他当清楚讲到我们在基督里不被定罪了 我们是圣灵重生的人了 然后他清楚讲到 我们这些有圣灵粗结果子的人 我们仍然在一同叹息劳苦 我们仍然在叹息劳苦 我认为这个叹息劳苦 包括罪恶给我们的重担 包括自己和别人罪恶给我们的重担 在这里我也再一次感谢主 保罗在第八章 有一点回到他第五章讲的 两次都讲到盼望 我们得救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哎呀我们中国人看不懂这句话 我们中国人都盼望所见的 你看到一个钻石就盼望有吗 你看到一个美女就盼望有吗 我们是盼望 没有看见的 但是圣灵光照我们 圣灵也让我们生活中 在爱中有的时候经历到这些 我在这里不瞒您说 对不起每天都提冰淇淋 实在是贪食好酒 但是我在弟兄的店里面 我在弟兄的家里 看到弟兄为我预备的 是饭食 是肉体的东西 但是那里面真是有丰富的圣灵 那里面不是有丰富的奶制品 哈根达斯等等 那里面有丰富的圣灵 那是我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 我听到你们的见证 包括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弟兄说我没有什么见证 很频繁 然后我还有很多问题 我也感谢主 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 我们都在这条船上蒙了恩典 不信主的人相濡以沫 相忘以江湖 我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蚕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有永恒的结合 那都是因为神的儿子的工作 唯独基督 那也都是因为圣灵的果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 直到十九世纪灵恩运动开始 圣灵才被看中 甚至很多神学家这样讲 没有各位在传统教会的历史里面 圣灵在信主的圣徒里面都很被看中 圣经也是 你在路加福音里面也看到 路加福音第一章就多次 我忘记四次还五次提到圣灵 包括神的灵 包括玛利亚颂里面都有神的灵 然后这里讲了多少圣灵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知道要怎么祷告 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地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整个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预定 预先定下的人 召他们来 召他们来的人 称他们为义 称他们为义的人 叫他们得荣耀 我们当然是高举基督 但是我们能够高举基督 万事能够互相效力 是为爱神的人得益出 这爱神的人 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为我们祈求的 所以 让我们认识神的爱 如果我们在讲基督的爱 如果我们在讲神的义 神的爱 神的律法 神的福音 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成全的话 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了解 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 在第八章保罗的结束 就是我们不能跟神代隔绝 没有任何东西 能叫我们跟神代隔绝 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 难道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底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答案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叫我们跟神代隔绝 答案是 我们虽然在这些东西里面 这些东西不能叫我们跟神代隔绝 可是很多基督觉得 如果我们是神爱的 就不会有这些东西 为什么基督徒总在问这些问题 如果神爱我 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些 我看到圣经讲 如果神爱你 你就会碰到这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不能叫你跟神代隔绝 保罗的音信称义恩典 可以画上一个据点 我们已经今天又过了五分钟 但是 起码刘叔叔要我来讲的最重要的 明天就要开始讲了 因为保罗在圣灵感中他写的时候 没有什么能叫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 预定得救的人跟他的爱隔绝 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跟神隔绝 可是他非常痛苦 感情上很痛苦 理智上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How about the Jew 犹太人被拣选了 犹太人是神的子民 可是从旧约 旷野 迦南地 国家的分裂 王国 被掳 回归 耶稣来 教会成立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New Jersey这个地方 这么多相当品学兼优的犹太人 他们跟神的隔绝好像越来越远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回答一个历史的问题 甚至不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包括我 包括你 如果犹太人 他们的悲逆 最后叫他们跟神隔绝了 我 会不会也犯了这个罪 叫神的爱跟我隔绝 各位对不起 我不是说书 欲听 结果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但是今天我们进读的确只能到这里 第九章要明天开始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 主啊 叫你的仆人不要得意忘形 叫你的仆人不要失意绝望 叫我们每个人或高或低 能够有圣灵 让我们安稳在耶稣的手里 我们的心不安 我们害怕 我们担心 我们曾经蒙过恩典 但是新的波浪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 如果你不拖住我们 我们还是会跌倒 彼得已经经历过五旬节 Karena 已经经历过圣灵的交灭 已经在使徒行转 一再在用人面前 见证主充满了勇敢 他在雅各尔的人面前 他又跟他几十年前一样 假装胆小 以至于被你的仆人保罗当面斥责 主如果彼得也容易老毛病腹犯 我们也是这样 但我们更感谢你 你永久的救恩胜过我们的老毛病 我们感谢你 我们敬拜你 孩子真想大声的狂欢的敬拜你 但是我也是小声的 觉得自己不配的敬拜你 求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各位我们就到这 就晚安了 如果您要回去